鸡腿鸡块下油锅 面皮炸得金黄酥脆 本土炸鸡店胖老爹宣布 从16号开始 炸鸡每桶账约20元 各项商品单价账3到5元 像我们炸鸡 可能要涨到30块 是涨到20块 弄涨的两三次 还是得涨 多年后还会有涨张会 在尽可能不要涨就不要涨 业者强调 有品从每桶1400 涨到1900元 进口的马铃薯缺货 竹签包装等耗材全账 撑不住才会涨价 就连瓦城集团也喊账 旗下5个品牌 包含非常态 时时相等 15号开始全面调账 账幅约3% 是近10年来首度调价 不仅如此 素食业者麦当劳 肯德基 沙布韦 不少连锁饮食 名店纷纷调账 一些便当店其实都涨 拉斩80块了 连锁好像之前网品也都涨 这几年1000块 其实就不太能买多少东西了 以前是100之内 还可以吃到便当 现在都要上百元 差很多耶 今年物价总指数 从6月1.83% 涨到8月破2.34% 一路上升 主技术最新发布 已涨到2.84% 是今年最高 连4月突破通膨警戒线 更创8年10个月以来新高 其中食物比去年同月 多出918元 外食费就多132元 上升1.65% 创31个月以来新高 供应链呢 可能明年还是会有 锻炼的这个情况 涨幅的这个幅度 其实还不小 涨价潮一波接一波 业者预期在可见的未来 还有不少业者跟进账架 起码到农历年前 都不会改善 记得杨士旭曹娇人 台北采访报导 暐条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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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